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講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我講關於人民主義的問題 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人民主義呢? 為什麼要講人民主義呢? 上次講過了 人民主義最簡單的講法 或者最簡單的講法就是對人的文化 都加以尊重的一種思想或者一種態度 我們叫做人民主義 但是這麽寬泛的講法 對人的一切文化都加以尊重 這麽寬泛的講法其實呢 本來沒什麽必要講的 因為本來人本來就是這樣 除非他不是一個文化人 除非他不是一個有文化的社會裏面 只要他活在一個有文化的社會裏面 自然就會是這樣的 自然就會尊重不同的文化 欣賞不同的文化 肯定不同的文化 本來是這樣的 但是為何我們又要故意講人民主義呢? 上次講過就是因為 原來我們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些反人民的思想 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些反人民的思潮 既然每個時代都有 我們就必須要 時時都要再提倡 講回這個 人民主義的精神 人民主義的思想 一定要講回這個 所以呢 既然歷史上 時時都出現的 這些反人民的思想 所以人民主義 也都永遠都需要有人去講的 而且人民主義的理想 是一個很遠大的目標 總是不能夠達到的 因為他要肯定所有人的文化的價值 這個這麼遠大的目標 必須要 一定要繼續堅持下去 繼續講下去 這樣才可以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講這個人民主義 好 另外就講到關於人民主義的內容 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嘗試根據中國的儒家思想 講這個人民主義的基本信念 講一些基本的講法 內容 上次就講了一些 我們今天會繼續講下去 上次講過什麼呢 大家再講一下 第一 講了幾點 我們有 有不同的講法 我們現在呢 上次講過的 人民主義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呢 第一 就是肯定人是萬物之靈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倫關係 加以尊重 這是第二 第三 就是對人類各方面的文化 都加以尊重 這是第三點 這是第三點 這個 第四點 就是對歷史要加以尊重 這是第三 第四點 這個 不能夠這個 抹殺 或者這個 山改歷史 對歷史一定要加以尊重 第五點 就是肯定人的人格價值 高於人表現於外的一切文化活動 和文化成績 即是說在一切的文化成績 文化活動裏面 其實最高的價值是人格價值 這是第五點 這是第五點 第六點 就是對學問上的通識和專門知識技能 兩樣都要加以尊重 這是第六點 這是現代社會來說 著重專門知識 但其實通識也很重要 通識也很重要 所以通識和專門知識兩樣 都要著重它的價值 都要加以尊重 這是第六點 上次說了這六點 今天就開始繼續說 七八九 第七點 第七點 第七點就是 對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想 都加以尊重和寬容 甚至 對那些 你覺得它是錯誤的 學術思想 都要加以尊重 這個其實也很難 對不同的學術思想 都加以尊重和寬容 甚至對那些 你覺得它是很錯的 都要加以尊重和寬容 因為 你覺得別人錯 別人也覺得你是錯的 所以 因為有不同的學術思想 不同的學術思想 其實呢 可以看到 可以說到 不同的真理 或者說到真理 不同的一方面 不同的學術思想 其實不一定互相矛盾 其實不一定互相矛盾 既然能夠言之成理 它總有它 這個合理的地方 這個 所以這個 不一定是這個 互相矛盾 不過呢 我們當然可以比較 這個 這個 有些情況下 確實是 覺得我們是對的 別人那一套是錯的 這個也會有的 這個 但是呢 這個我們要對不同的思想 都能夠加以尊重 我們可以覺得它是錯的 但都要加以尊重 這個 這個 有些時候 其實呢 很多時候 其實是不同的 學術思想 未必 一定 一定是我對 你錯的 可能大家都對 不過角度 講的角度 講的 方面 不同 這樣 未必真的錯 就算真的有錯 有些思想可能真的錯 這些思想都是由人發出來的 我們可以反對這些思想的錯誤 但是呢 不一定要反對那個人的 不一定要反對那個人的本身 這個意思 我們盡量 盡量要去尊重不同的學術思想 盡量尊重和寬容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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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每一家的思想 都做到 這樣 這個世界 就寬容很多 闊大很多 這個 但是 如果其中 有一家 他這個 是很專橫 很專制的 只有他一家 其他全部是錯的 而他又獨大的話 那就很嚴重了 這樣 這個世界 那些 戰爭 這樣 隨時就開始了 這個 這個 所以根據中國文化的看法 這個 很多時候就是 希望能夠盡量做到 對思想加以尊重 對不同的思想加以尊重 加以寬容 好似這個 以前宋明理學家程依邨 這個 去到 一些 寺廟 的時候 他都會對那些佛像 那些 對象 都仍然是很恭敬的 雖然是一個儒家的人物 他仍然對這些佛像 依然很恭敬 他的說法就是 我雖然反對他們所說的理 但是我們很尊敬他的為人 這些佛家 佛家的人物 他所說的理和儒家說的理是不同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不贊成他所說的理 但是我們呢 一樣可以很尊敬 他的為人 這個 所以這個人民主義者 我們是可以反對 錯誤的思想 對錯誤的思想 一一加二搏斥 這樣就是 好像醫生幫人醫病 醫生幫人醫病 去除的是疾病 而不是要去除那個人 醫生幫人醫病 去除的是疾病 而不是那個人 醫生幫人醫病 所以 人民主義者 一個理想的做法 是一個 反對的是 錯誤的思想 對於錯誤的思想 加以駁斥 這樣 盡量就能夠寬大對人 這個 所以這個 其實 人民主義者 要反對 錯誤的思想 正正 就是為了 要愛人 正正為了愛人 這個 所以其實 這個 就不是說 完全 一定要針對那個人 這個 所以這裡 是要表現出一種 對學術思想的尊重和寬容 這個 第七點 第八點 第八點 就是 人民主義者 對這個 非人民主義者 或者反人民主義者 的思想 要 時時都認為 他們是錯誤 要跟他們辯論 希望可以改正他們 但是 一方面跟他們辯論 另一方面 也要了解 他們的思想 產生的背景 是怎樣的 他們的心理背景 是怎樣的 人格背景 是怎樣的 文化背景 是怎樣的 歷史背景 是怎樣的 要知道他們 為何會有 錯誤的思想 知道他們錯誤思想的原因 是甚麼 這樣才可以對 這個錯誤的思想 由他們為人 和文化的環境 做一個人民的解釋 即是說 即是說 我們對這些 所謂非人民主義者 或反人民主義者 我們固然是要反對 他們 反對 我們認為他們 反人民 反人民當然是錯 我們覺得他們是錯的 但錯之餘 我們要跟他們辯論 跟他們辯論的時候 不過 我們 一方面 像剛才的說法 我們一方面跟他們辯論的時候 我們也要看看他們 為何他們會錯誤 他們的 心理背景 文化背景 歷史背景是怎樣的 為何他們會錯誤 他們在甚麼環境內 會想出這樣的看法 這樣的思想 他們的 為人 文化背景是怎樣的 在這裏 我們需要做一個 所謂人民的解釋 這個不只是 一邊罵他 只是一邊反對 希望可以做到 所謂人民的解釋 所以 這個 最理想的人民主義 就不只是能夠說到 自己的說法 對 我的說法很對 不只是這樣 而是能夠對其他人 例如歷史上的 非人民 反人民思想的內緣 在歷史上 人民的解釋 做到這樣就更好 這個 我們能夠為這些 非人民 反人民思想的內緣 在歷史上 幫他找到一個 人民的解釋 做到這樣 就更好 這個比較理想的做法 在歷史上 幫他找到一個 做到這樣就更好 這個 人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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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思想 尚師 是希望可以對這些 非人民 反人民的思想 一一加二一個 人民的解釋 如果我能夠 可以將它 加以解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 非人民 反人民的思想 涵蓋在人民思想裏 這樣 這些反人民非人民的思想 以後就不會再跟 人民思想 作為一個敵對 這是一個理想的做法 所以第八點的說法 就是 人民主義者 對這些 反人民主義的思想 希望找到一個 人民的解釋 找到一個人民的解釋 如果找到這個解釋 就能夠 將它 不只是反對它 那麼簡單 希望可以將它 涵蓋在人民思想裏 做到這個 不會敵對 這個 找到一個位置 給它的時候 就不容易 做到一個 敵對的關係 這是第八點 第九點 這是人民主義的內容 第九點是什麼呢 就是講這個 理想的人民主義者 還有一個信念 就是 人民主義思想 都是由人自覺 人之所以為人 的文化 人之所以 人自覺自己 人之所以為人 以及文化之所以為文化 人民主義思想 就是要講這兩點 內容要講 人之所以為人 文化之所以為文化 要自覺到這兩點 既然自己能夠自覺 推出 其他人 亦都能夠自覺 亦都能夠自覺 一切人都能夠自覺 這樣的話 我們人 可以相信 只要有人 就會有文化 所以這一點 人民主義者的思想 應該是 當我們自覺自己 能夠明白到 人之所以為人 文化之所以為文化 我做到 人人就做到 這樣呢 只要有人 就會有文化 有人有文化 所以人 能夠自覺 人之所以為人 文化之所以為文化 這樣自然 就會有 人民主義的思想 所以這個 最後這一點的說法就是 這個 只要有人 就會有 人民主義的思想 只要有人存在 就會有 人民主義思想的存在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 由這一點來 相信 人民主義思想 是永遠存在的 就算 古今中外 一切記載人民思想的書 全部都被人燒了 那份書坑魚 全部被人燒了 但是 只要有人存在 這個人民主義的思想 自然就會存在 也總會再出現 而人民主義的書 也一定會再出現 一定會再次存在 如果沒有人 那思想當然就沒有了 這個 但是 這些關於人 和人的文化 這個道理 仍然會存在 即到最後 只要有人 就會有人民主義思想 但是 如果我們就算說到 即使說到 沒有人也好 這個 這個 道理 依然存在 這個道理 依然存在 依然存在於 天樣之間 依然存在於 天心之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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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 理想的人民主義者的 宗教信仰 講到最後 就是一個宗教信仰 所以 所以 第九點 說法 就是 這個 人民主義的思想 只要有人存在 它 就一定會存在 就算人不存在 這個理 都依然 會存在 這是一個宗教信仰 這樣 很簡單 這樣 就 大約 根據 中國儒家的說法 講了 這個所謂 人民主義 人民思想的 基本信念 大約 基本信念 是怎樣 這個 這個 就 後面 嘗試會講一下 這個 人民主義的 發展 這個 發展 不過 我們在這個 還未曾講 這個 人民主義的發展之前 這樣 就 先講一下 這個 非人民主義 或者 反人民主義的思想 是怎樣 形成的 這個 非人民 反人民 的思想 是怎樣 形成呢 這樣 這個 這個 人民主義 和這個 非人民 反人民的思想 是一個相對的 說法來的 就是之前說過 這個是相對於 講 人民主義 其實是相對於 這些所謂非人民 反人民的思想 來對話 這個 人民主義 或多或少 是要靠 著 這些思想的相對 和這些 非人民 反人民的思想 作出一個激動 這樣 才 出現一些 所謂發展 才出現後來的發展 人民主義 其實本來就在這裏 之前的說法就是 本來人就是這樣 這個 沒有所謂 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正正就是因為出現一個 非人民 反人民的思想 所以 這些思想 激動起 當我們要去 回應 去和這些 非人民 反人民的思想 作出辯論的時候 人民主義的思想 就開始 有所謂發展 這個 所以人民主義 就是這樣 慢慢開始發展出來 這樣 理想的人民主義者 應該 是要 講到 這個所謂非人民 和反人民思想的來源 非人民和反人民思想的來源 這個 但是我們如果想 由這個 原理上 講清楚 這些非人民 反人民思想的來源 那麼我們 就先要對這個人類 文化的關係 文化的內容 各種人民的概念 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才容易講到 這些內容 對於 我們怎樣去講 這個 人民思想 其實是很重要的 後面會嘗試 由一些歷史的例子 來加以說明 所以這個 我們 講人民主義思想的發展 首先就要知道 這個所謂 非人民反人民思想的來源 如果我們想知道這些 反人民 非人民 思想的來源 我們就要對人類的文化的 關係 內容 概念 有一個 認識 那麼我們的認識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嘗試 先講一些比較 對這個 人和文化的關係 做一個認識 先講一下這個 人和文化的關係 就是 文化 其實是 人創造出來的 文化是 人創造出來的 那 人是怎樣能夠 創造出文化呢 中國人的文字裏面 這個所謂文化的文字 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這個文字呢 有些說法呢 就說它是一個 像型文字 即是最原初是一個 像型文字來的 有些說法呢 就說它是一個 屬於指示的文字 即是古代 說中國文字的造字法 有所謂像型 指示 這些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就說 這個最初是 像型的 有些是指示的 這樣 這樣呢 說文解字裏面 這個文字呢 就說它是 錯或也 像 交文 這個 即是說 是一些 雙交錯的 一些文理 主要是說 這個文字 這個 表達的意思 就是 一些 互相交錯的 一些文理 我們接著 再看看 甲骨文 金文 那些 看法的時候 就 見到 這個文字 亦都有點像 人 空暴的 一些花文 所以 本來的意思 有可能 是指 文身 人的空暴 那些花文 就是文身 這個 也有可能 這個 所以 後來這個文字 引申為 花文的文 這個 這個文字 後來的意思 就多很多 變成 可以說 看字 或者說文章 文獻 文化等等 都是 用這個文字 來表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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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剛才說過 算文解字 裏面 說到這個 文字 是一些 所謂的 相交的 文理 相交的文理 相交的文理 所以 這個 由這裏 我們可以啟示到 一個看法 即是最原初是怎樣 我們不一定 做字 最初那個人怎麼想 我們不一定知道 這個 但是 我們根據這個 啟示 我們可以想到一些想法 當我們講文化的時候 其實 就是 人和人的相交 人和物的相交 文字有一個相交文理的意思 所以 這個 當我們講文化的時候 也可能 牽涉到 所謂人和人的相交 人和物的相交 甚至 人和天的相交 在這個 互相相交的過程中 我們會做出很多不同的內容 這些 就叫做文化 這些就叫做文化 這樣可以說 這個 人 人的心 本身 會要求 跟我們自己的身體相交 或者跟事物相交 也會要求 跟其他人的心相交 然後 創造出一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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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就由 人的心 開始 人的心 開始 人 有心 人 也有身體 這個 我們的身體 是有生命的 身體 也有很多不同的事物 這個身體 手手腳腳 都是一些事物來的 這個 我們的身體 亦都會跟其他事物 互相交接 我們會用手 去觸摸 或者去 拿很多不同的事物 這樣我們 會跟其他事物互相交接 所以 這個 人的心 是會跟我們自己的身體 跟不同的事物 這樣 三者 互相相交和合 我們可以稱呼 三和 三者 互相交和合 這三者的關係 可以分為兩種 這三者的關係 分為兩種 一種 就是事物 與身體互相交接 由此而引起 心的感覺觀念 即是 事物 與身體接觸 然後 我們的心 便知道 我們的心 便知道一些事物 這樣 出現一些感覺的觀念 這種關係 就是由 外而內 我們通過接觸外在的事物 而傳導入心 這是由 外而內的關係 這是人自然性的一面 人自然 就會這樣 很自然 就會接觸外界的事物 然後由心 去認識 出現一些觀念 這是由 外而內 這是人自然性的一面 第二種的關係 就是由人心 主宰身體 而運用在事物 這個方向 就是由內而外的關係 即是由 我們的心開始 由我們的心開始 由我們的心開始 主宰我們的身體 然後 叫我們的身體 去運用一些事物 我們的心 主宰我們的手 叫我們拿著筆 去寫字 這就是由內而外的關係 由內而外的關係 這個關係 不是自然性 這是屬於人的 精神性的一面 精神性的一面 由人主導 所以 文化活動 其實就是 人心 自覺 要主宰身體 以及有關的事物 令人 能夠表現出 心裏面的觀念 理想 實現出 人的精神 所謂文化活動 就是這樣 文化活動 就是 我們 人的心 是自覺地 要主宰我們的身體 然後主宰相關的事物 令到 我們心裏面的觀念 心裏面的理想 表現出來 人心裏面的觀念 理想 客觀化 變成為 在客觀世界裏面出現 令到 這個世界的事物 都是被人心所感動 人心所感動 這個所謂感通 這個世界的事物 能夠 人的心 去到這個世界的事物 裏面 亦都去到其他人的心裏面 這個叫做感通 在中國 傳統儒家文化講法裏面 叫做感通 這個感通的活動 其實就是文化活動 這個感通的活動 就是文化活動 文化活動所成就的 我們就叫做文化成績 或者 就這樣叫做文化 就這樣叫做文化 所以 只有事物 只有事物和身體 是沒有所謂文化的 一定要有 連同心 一定要有心的觀念 但是如果只有心裏面的觀念 理想 亦都不能夠形成文化 最多只有心理活動 一定要是心裏面的觀念 理想 充分 由內而外表現出來 才能夠成為文化活動 有諸內 而認諸外 這個所謂 於是 其他人的心 我們亦都可以感通到 變成可以進入其他人的心裏面 而引起其他人心裏面的觀念和理想 亦都形成文化活動 我自己有文化活動 其他人亦都變成有文化活動 這樣 就變成一個文化 變成一個互相相交的文化 所以文化 亦都可以叫做精神的表現 亦都可以叫做客觀的精神 文化亦都是心和心 精神和精神互相相交的媒介 剛才說過 我們亦都可以感通到其他人 我的心可以感通到其他人的心 所以這個是心和心 精神和精神互相相交的媒介 亦都是相交的成果 這就是所謂文化活動 這些就變成所謂文化活動 是文化活動的共同性來的 這個 這樣呢 這個 關於這個 文化人和文化的關係 這個呢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繼續跟大家講一下其他的內容 這個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喝完 一下 我友ensor 嘢 喝 escrito 當然 很 受 Dad 我 我們 人